徐先生 若是这件事情能安排妥当 曲曾可以在我朝中 做官也行 谢皇上台 我无做官之职 这就齐了 你能做建文帝的官 不能做我的官吗 你若不在 我怎么知道建文的去向 吾皇万岁 具体想做什么官 这件事情之后细细商量 先说一下 你们俩拟定的方案 我与太孙走了一路 选定在无锡的灵山寺 寺中有塔 塔在山巅 彼此进退方便 很好 建文帝不愿意见皇上 他先等在九层 皇上在一层 如果皇上强逼见面 恐怕此事不成 为什么 建文帝觉得无颜面相见 也无所谓再见 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 他自有办法证实 我们做臣子的 也只能如此 他 他 我侄子他 怎么样 建文帝已出家为僧 若不是为了 诺尔干都司那三万遗孤 他是断然不会出善的 不见也罢 我也无眼见他 不过此人的真实 我还要鉴别 我还要鉴别 这个自然 一切按照皇上的心意办 接着说 事务日后 日落时分 灵山塔相见 最迟可在天亮前离开 这么多日子 最办法 没有 这边 有事 老师 保护 跟你说 是 快 近日了 新东西 愿皇上误作此相 也罢也罢 见我之后 最好从此消失 彼此心安 是 你有多大把握 你还是要lob 也罢了 你怎么说 你怎么会说 你怎么会说 你不认为 我更坚弃的 你立了大功了 爷爷把奖赏都给你选好了 我现在不告诉你 奖品孙儿不敢要 如若爷爷执意要赏 就恳请爷爷 赦免奴儿干毒死 那三万人的罪行吧 让他们回京 共享黄恩 我可以听着他们的苦意 发生货用具 派遣医生 施舍棺木 把他们放回来 爷爷这一招不会做 我 我 我是做事不后悔的 我不要后来人看我是 手术两端的皇帝 我这一生 平定草原 前都顺天 都运河 边传涌了大典 这一生 我几乎 你以后 他都不送了 我 他就不送了 他就送了 我 它在送了 他就送了 我 我 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圣人之过如日月 爷爷 孙儿当结成敬礼 敬 敬 我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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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一个 这样吧 敬 我就不信了你 敬 我 我乱敬 这这这这这 这见不见不好 什么事啊 小子 爷爷 我爹他 他想你 想我 真的 他 他自己这么说的 老和尚 先让你赢一局 先赌不会输 待会儿再来 走 没见你扔进去 你忘了没见吗 没 没关我 扶你他去 是 起来吧 坐吧 是 老大 你老了 是 爹啊 爹啊 哪有不老的道理啊 这儿是 这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爹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可现在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该选绣女了 不服老 不行啊 这话怎么听起来像点我 怎么着 当太子当得不耐烦了 跑来劝我膳位来了 爷爷 我爹他哪敢呢 孩子 我教你学个怪啊 你说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说吧 说错了也不怪你 说错了 爹爹问你 你就说嘛 那我可就说了 我爹他就是个老实人 干吗不直说 老实为无用之别名 你觉得 你爹是个没有用的人 我 我 你知道这些年啊 各省 道 府 县 各地方官 都出自你爹门下 不是太子府蜀官放出来的 就是每年通过科举 你爹一手提不上来的 别看你二叔三叔要无扬威 大明最有实力的 就是坐在你眼前这个 太子爷 爹 我捡麻官员只有公心 没有斯文 是吗 那太子府的蜀官 杨氏齐他们 把他们一路送入内阁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私心是什么 我是国家的太子 未来的储君 把有用的官员选拔出来 为国家效力 如果这是私心的话 那就是私心吧 咱朱家人的天下 朱家人要是没有私心 该有什么心呢 说得好 这就是你爹的厉害 张嘴仁义道德 闭嘴道德仁义 我们朱家造反出身 怎么冒出个大圣人呢呀 你这不是阴沟里 绷出个棉花球来吗 你做圣人 我做恶人 好不好 再多点罪我也不怕 一天八百个折子 替你鸣冤 我让他们全都把屁股 洗干净了 蹲到赵狱里去 这都是你逼的 你逼的 你不是喜欢哭穷卖家具吗 标榜清高 行 我怕了你了 帮我出 我就住在庙里 当和尚 你和老二老三斗去 我不管了 行不行 你饶我一命行不行 爷爷 我爹他不是这个意思 你冤枉他了 那他什么意思 他能是什么意思 爹 爹 您让我当太子 您是知道我不会造反的 我一没有雄才伪劣 二没有老二老三 带兵打仗的本事 我就是想让天底下人 都吃上饭 穿上衣 别用谋逆的心 这几天 您让老二监国 我知道 是爹可怜我 让我歇歇 做不做太子没关系 做您的儿子总行了吧 爹啊 您不信我没关系 但是您得信这孩子 他出生 您才决定造反 您一直教他 他也一直跟您学 他要是舍了 咱们朱家可就没希望了 我听说您要见建文 拿着孩子的脑袋当鸭物 这不行 爹 您任性了一辈子 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 儿子 儿子 可就要造您的烦了 爹 你说什么的你 咱们父子相依到这种程度了吗 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家人 一家人 爹 还记得我们是一家人 就好 爹 爹 是真的吗 什么真的 你爷爷说的话呀 你爷爷在猪圈里待得太久了 他这一辈子 出不来 可是我想做人哪 不想当主 随他去吧 你 这一辈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减不减 不增不减 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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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梦到什么了 现在就连念经也挡不住你做噩梦 你梦见你杀了他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怎么知道 你起杀心的时候 就连佛堪里的菩萨都会动啊 是菩萨告诉我的 骗人 你说我见了我的侄子 应该跟他说什么呢 那我总不能说 我错了 你做皇上吧 这这这 这不是笑话吗 你若做慈祥 又何必去见他呢 古人云心动神之 若无忏悔之念 我看你即使是去了 恐怕在地下也骗不过去 太祖高皇帝 又岂是上当受骗之人 我尤其是被梦骗之人 而我觉得 不说话的死人会更安全 他比我年轻 如果有一天我死 他还活着 他对后人怎么说 我总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 反驳他 他要不接受呢 我来问道无于事 云在青天 月在平 好好谈一谈 世界上大道轮转 续续离情也就是了 你就应该不改初衷吗 不改初衷 我办不到 好 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楠王 我只能把跌手段的人都改成了 我只能把刀子给了 你 还不择手段的人 我只能把刀子给了 你把刀子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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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清理干净了吗 神机营五天前已经肃清 神机营五天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我 我是御师大夫锦卿之后 我奉命来传听皇上的话 锦卿的孩子吗 对 让他过来吧 皇帝 不必下跪 我不是皇帝 我只是个僧人而已 陛下 您怎么打扮成和尚的模样 打扮成和尚模样 有什么稀奇的 过去 我还打扮过皇帝模样呢 我是 受永畅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传国玉玺 当年祖龙使皇帝 忘了赵国 断了和氏璧 把和氏璧雕桌而成 以后历代相传 你看这一角 有一块残缺 很清楚看它是补上的 这是当年 全臣王莽 倒逼汉墨主流英 交出玉玺 太后一怒之下 扔在地上摔坏的 我决定三只都没有找到 果然他拿走了 他把玉洗带了没有 回来 这个放在最后文 不认识 我时间不多 你问他住在哪里 我想上表 尊重他做台上皇 他肯不肯 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 你当我肯轻易地回去吗 皇上说 他深感内疚 其实他做了太上皇 平息事件流言蜚语 岂非更好 我这些年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 城城外平静了很多 我不过是让他来 祭祀祖庙 皇上说 他已出家 不认识了 就无家可归 也 无足可继 怎么了 连祖宗都不要了 上去问他 我若说了 不要责怪我 他说什么 不认识啊 他说 他已经不需要 太上皇的名头了 更不需要 取什么宫殿 连世俗的姓名 也已经不需要再使用 祝山和祝宫 没什么分别 姓朱和姓王 也没有分别 都是友情众生 请皇上 不用担心死后的事情 只要是 能够为苍生造福 就算是对不起他一个人 也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说得好听 不认识 打开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说 他肯把玉玺给我了是吗 我想见闻皇帝 是想安陛下的心 他说 他已经是方外之人 这次 若非为了努尔干都司的几万静难遗孤 他是不会来的 请皇上 安心为天下人做事 不必再耿耿于怀了 让我安心做皇帝 怕是不成 我常做噩梦 梦见我爹 呵斥我谋逆 拿着剑看我的头 我有时醒了呀 痛哭流涕地醒过来 惊慌四顾 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梦里 如果 你能接受 做太上皇这个位置 还是我心里会稍安些 可是这玉玺 还是先收回去吧 去吧 就问他 刚才建文帝说 如果你要把这喜还给他 还有另外一番话 让我讲给陛下听 他说 这一方小小的喜 能决定天下人的生死 可是 使这方喜的人 却连自己的命运 都不能决定 这不是一件怪事吗 是啊 这东西 既非根本无用 他说如果 他成为太上皇 就真的能够按陛下的心吗 只要陛下能悔悟当初 及时补救 这些噩梦会自然消退 他还说 如果陛下觉得这个答案 还不够满意 他就把这血扔进海里 他就把这血扔进海里 让他从此不再面世 不再面世 我还有问题 我还有问题 你的问题 还是我四叔的问题 我的问题 请讲 我自幼父母双亡 我从小就被人教导 一定要报仇 我也起过时 如果我能够活下来 我这条命 就是你把利刃换来 所有活着的静男遗孤 能够平安返乡 然后这一切仇恨 就烟消云散 可是 可是之后呢 之后该怎么办 我该看我什么活下去 好孩子 没有对你好的人吗 也有吧 好孩子 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够 报答他们 我想到他们 我的心里 就像有一把锥子 心思一动 就刺得它们 你用仇恨做粮食 我四叔用恐惧做粮食 都是一样的不安 你要相信 你有这个发心 便不会死掉 前面还有大福报等着你 可是我看不到前面 说说我四叔的问题吧 皇上 皇上他说 您如果精通佛法 那 那您知道 他来生会是如何吗 我把两个问题 合并成一个来回答 我四叔刚才问我 为什么把玉玺还他 我还他 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他了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来抵抗恐惧 我已经到了知足常乐 什么样的境况 我都能够开心地活下去 当皇帝就当皇帝 当僧人就当僧人 对我来说 没什么分别 这是我这一世的功课 是 至于说来世 何谈来世呢 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失败了 下辈子会怎样 其实 这一辈子都没活明白 又何谈下辈子呢 一世命 即是万世命 你做不了皇帝 也做不了僧人 不反思和改变自己 心不能安 到哪里都会被苦恼困扰 要与自己讲和 你啊 李将 谢谢皇帝陛下开示 谢谢 要与自己讲和 好 好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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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叔 你老了 少说废话 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就想当面问你一句 你要用大话欺瞒我 我还是可以杀你的 皇帝 不妨是 请问 如果我四叔 死了 你召集旧部 霍乱天下 我会不会后悔 今天没有杀你 会吗 你们把刀放下 我听说 皇太孙跟我的旧臣做了约定 是他的脑袋 来押我的一条性命 是的 他很年轻 还没有大婚 我还有别的孙子 那么 好 请他们两个人 把皇太孙接回来 我的命 听凭四叔处置 你少半可怜 我跟他有不少 拒绝 你怎么会让我一堆 那一天 这一段 你们真的是 不用他 我们著凭吗 对 我觉得你不想 四叔 如果我的死 能还你安心 动手便是 皇帝 你若要杀他 须先杀我 只怕 你的心魔是越来越大 太孙为你做的所有努力 岂不得我只是个笑话 皇帝 剑文一死 死在 我攻进应天那天 自焚二死 我何须再杀一个僧人 多谢大师开示 今日相别 永远再见 皇帝 皇帝走好 您这是做什么 将来 如果你碰到 从努尔干都司回来的人 欢迎 请替我磕头道歉 请替我磕头道歉 陛下 刘亳 感谢观看